不孕症治疗补助方案110年扩大办理 凡是不孕症夫妻有一方具有我国国籍 而且妻子的年龄未满45岁就可以申请政府补助 方案实施满两周年 受补助的夫妻已成功产下11000多名婴儿 协助不孕夫妻圆梦 协助不孕夫妻一方是由东华文国跟国籍 那期的年龄要有45岁 那这样的一个换围扩大补助以后 接着今年的6月30号来接完两周年 那我们希望借乎今天的机车会 跟大家报告这两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对国人特别是这些想要圆梦 想要圆满的家庭和梦 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那也希望他们对我们这样的政策 未来有什么需要再更渐渐和改进 那也希望进入美国 故意有需要有需求或者符合这样的资格 特别感谢我们救生大家的生物理教机构 我再一点讲过 因为从失败的92家 那现在建设98家的人工政治机构 那帮忙来协助推动这样的政策 在我们整个普通的推动方案里面来讲 特别感谢这些人工政治机构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这个需要的自己来挣钱 那由医疗机构来帮忙的申请 就希望能够减签他们 那这个奔波那一位 那希望能够提高这个计刑症的效益 有政策推出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原来他们可能会交往出来做治疗 就这样子为了工作为了生活 然后就偷偷偷偷到了38岁39岁40岁 所以这样子的话成功率就不高 但是经过这个补助以后 还是30岁31岁32岁 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结婚的年纪了 一年后还没有怀孕 他们就永远站出来 因为得到了这个补助10万块 然后可以做好几次 那因为年纪性的通常 我们都来做一次一种安育的 因为现在成功率很高 然后安全性很高 那加上这个国际组合给我们的这个产 产物人生有很多的福利照顾 还有产物的照顾 所以这样一连串的照顾下来 让这个孕妇呢 他运营出来出来生产 补助金额低收及中低收入户 每次15万元补助上限 一般夫妻首次申请补助上限10万元 再次申请上限6万 减轻不孕夫妻的经济负担 其中透过补助 成功产下婴儿的两对夫妻 也透过经验分享 期盼让更多夫妻善用试管婴儿补助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尝试了很多那个 自然的那个生育 包括 大家有时候很想 包括求金蟲子 求我 包括 甚至在关母节前一天的时候 长官会对人打电话来说 哎我跟你讲 在端午节的当天 如果有做功课的话 甚至 那还有另外一个长方说 那个我们在危险区的时候 基本的全面朝圣 就是都做功课 那可是一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那 我跟我老婆都觉得说 其实 刚才防御师跟指寒说 时间上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时间没有办法入转 那身边的很多朋友 大概都十四几岁 大概刚八三九的时候 大概想到有小朋友的时候 可是身体的状况 不是那么的允许的 所以通常都被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跟老婆 在这个医境的时候 就决定要求求的 专业的一个医院 那这医疗过程当中 是确实会比较行动的 就是说可能要充全 尿尿性检查 可能要止封链 口气查等等之类的 可是大家要相信 只要有医疗团队的 我们帮助揭露的话 其实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就可以排除 那我们就被网 确定的因素 就是说我们可能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 那很感谢 那个工程好 对他王正医师 帮助我们的良好 那我们在申请补助的过程 到处 其实刚刚也是 不好意思 其实医疗团队 就会把你做申请 那其实我们知道 备筒相关的语件就好 所以申请的程序 其实非常的简厉 那我记得我大概 医疗过程结束之后 大概两周 就收到很正面的资助手 基本上就是医疗不够OK 那事实上 陈鲁姐她的眼睛 她第一次就成功 她基本上是 经由第一次的失败 那当然我们会去找一些原因 包括说可能 我们植入的过程 会比一般人齐虚 那我们很强一些方式来做 就是改善 然后或者是说 她其实免疫状况 一直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们才敢进一步的 协助她往升值的方向 做努力 那但是就免疫的部分 其实目前全界 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 一个说一定要怎么样做的一个治疗指引 但是我们藉由寻求不同的典疫做法 那的确在第二次我们就得到了 目前参加很可爱的匪备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医病双方互相信任 其实很重要 就是你们可能不见得会 就是就像男女和我交往 不会一下就结婚 但是你们藉由磨合 藉由彼此找出一些问题 那可能我们就有机会说 如果朝更好的方向去迈进 那不过其实 说的在病人本身的条件也很重要 因为说的在 我觉得陈小姐她本身条件是非常好的 除了她把自己的免疫控制得很好之外 那其实她也是算很早 就来寻求医療的方向 所以不要大家认为说 反正我就是再拖一下再拖一下 那等到太晚来 那说的在 我们基本上科学就要能一天 那你那天其实要有 不要有太大的差距才能腻 我觉得在这条路上 我首先要非常就是要先讲说 我觉得各位妈妈都很幸福 因为其实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对妈妈来说 其实是升级很大的一个孤单 那尤其是 其实我们第一次也没有成功 就一直还是做到第二次了 那也是跟刚才大会爸爸讲的一样 其实真的就不能再拖了 一方面我们也是比较晚了 那一方面她出生 就是姐姐出生了也比较晚了 那等到她想要有 已经妹妹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剩多少的时间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太太就说 那不如就我们就一次就来做事 买一个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施远医生的帮忙 我们当初整个台大的医疗团队 不管是在辅助上在标准上 或甚至在后面的就是在生育的过程 都其实都帮我们很大的 生育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 国监署呼吁夫妻生育规划要趁早 建议若夫妻积极做人一年以上 让人未怀孕及早就医治疗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